上一回啊,咱们讲到天启三年,也就是1623年的时候 东连党的这个主要的领导人赵南兴 开始对其他的三党,也就是那个齐党,这党和除党呢,进行打击 那么他为什么要选在这一年呢? 可以说呀,这天启三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一年是经查年,咱们也讲过了 所谓经查,那就是折腾啊,把这些官员们要仔仔细细的考察一遍 六年一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怨,有仇报仇 万历年间的几次经查,每年都搞得不亦乐乎 今年呢,到了天启年间,也不例外 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就是那位立部尚书赵南兴 也就是说呢,他是经查的主考官 这个赵南兴可以说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经过仔细的考察,他列出了第一批名单 就是从朝廷要滚蛋的人的名单 这名单里呢,包括了这么四个人 骑士教,关英镇,无量寺,赵兴邦 如果您记性好的话,应该还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 这骑士教是齐党的首领 赵兴邦是这党的骨干 关英镇,无量寺是楚党的首领 那这个时候的朝廷局势大致是这样的 东人党大权在握,三党一盘散沙 已经全都成了落水狗了 很明显,虽然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 但是赵南兴赵先生并不甘休 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 可以说呀,这是一个十分过分的行为 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 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 实在是有点太不厚道了 而更不厚道的是 就在不久之前 楚党还曾经是东民党的同盟 帮助他们掌控政权呢 结果关英镇关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 就被轰走了 这就意味着汪文言先生连哄带骗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牢固同盟 就此时彻底崩塌 赵南兴赵大人 把这些个人扫地出门的同时 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 叫他们四兄 为此呢 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 叫四星论 来以示纪念 跟着这四位一起走人的 还有若干人 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 都是三党的成员 都是落水狗 俗话说呀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 那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站在了他们的面前 非常体贴的对这些人说 啊 在这个世界上 赵南兴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啊 你们都到我这来吧 据史料记载 这个人言语温和 面目慈祥 是个非常亲切的胖老头 那么这位先生到底是谁呢 那么现在就让我来龙共的介绍介绍 这位是明代太景中的极品 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 让刘锦王震等先辈 都感到汗颜的一位后来者 他呀 比万岁只差一千岁 所以说是个杰出的坏人 恶棍流氓地痞的综合体 他的名字叫魏忠贤 这位魏忠贤 是北直立 也就是现在河北的宿宁县人 曾经用过一个名字 叫魏晋忠 后来呢 又改叫李晋忠 一说到李晋忠呢 您可能啊 这个有印象 在前一阵子咱们讲过 他就是在这个李选世身边的 这么一个太监 对于魏公公的出身 历史上一直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 他的父母都是贫困的农民 另一种说法呢 说他的父母啊 都是街头玩杂耍的 说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无论是农民 或者是练杂耍 那都属于是穷人 这个家里的穷呢 在那个年月 自然就是没钱给他读书 不读书 自然就不识字 也没有办法考取功名 升官发财 这小孩不上学 父母又不管 那只能就是 整天的在大街上闲逛了 就这样 少年未中闲 就成了一个失学儿童 文盲 社会无业游荡人员 但是这样的悲惨遭遇 丝毫没有影响 魏公贤的心情 因为他压根 也不觉得自己很惨 在很多年前呢 我曾经研究过社会学 并从中发现了 这样的一条原理 这个社会垃圾 也就是咱们俗称的混混 是从来不会自卑的 虽然在别人的眼里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资败类 计划生育的败笔 但是他们自己看来呢 能够成为一个混混 那简直就是极其光荣 并且值得骄傲的 因为他们从来不认为 自己在混 对于这些人来说 什么打架呀 什么斗殴啊 什么闹事啊 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想小孩棒棒堂 和完成一项建筑工程 那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 没有什么区别 做了一件坏事 却绝不会后悔内疚 并为之感到无比的光辉与自豪的人 才可以说是一个合格的坏人 一个纯粹的坏人 一个坏得掉渣的坏人 那么这个魏忠贤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坏人 根据史料的记载 少年魏忠贤 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人 虽然他没钱上学 没法读书 没有工作 却从不哀声叹气 相当的乐观 面对着一没钱 二没前途的不利的局面 魏忠贤不等不靠 毅然走上社会 是大玩特玩 并在实际生活当中 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性格 也就是世景无赖的性格吧 他虽然是个文盲 却能言善变 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 那就是能摆哗 能忽悠 他虽然没读过书 但是呢 却无视自通 学会了很多狡猾奸诈的手段 那更为难得的是 他虽然身无分文 却胸怀万贯 那位说了 怎么叫胸怀万贯呢 这具体的表现呀 就是明明吃饭的钱都没有 他还敢跑去赌博去 赌输了钱之后呢 没有钱给 被打得生活不等自理 依然是无怨无悔 下次啊 他还来赌来 哎呀 这人混到这个份上 那可算是登风造极了 然而混混未中前 也是有家庭的 至少曾经有过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家里就给他娶了个老婆 后来呢 还生了个女儿 一家人过得呢 还算不错 但是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 魏忠贤坚定的抛弃了家庭 在他还没有成为太监之前 是四处的寻话问流 这城里头的大小妓院 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家里头仅有的一点钱财 也都被他用光用尽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 终于幡然悔悟 经过仔细的反省 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是一无所有啊 还有个女儿吗 于是呢 他就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 一无反顾的卖掉了自己的女儿 来还清赌债 您想想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 那还叫人吗 简直就不算人了 他这样的作恶多端 使得自己的老婆都受不了了 人家离家出走 改嫁了 应该说这个决定很正确 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形看 下一个被卖的 很可能就是他老婆了 原本只有家 现在连家都没了 卖无可卖的魏忠贤 再次陷入了困境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 再一次的翻然悔悟 经过再次的反省 他再次发现 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啊 事实上还多了件东西啊 只要丢掉这件东西 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啊 那边问了什么工作啊 当太监 这并非是魏忠贤的个人想法啊 事实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共识 那么魏忠贤所在的这个直立省核间署 一向呢 在当时是盛产太监 由于这个地方距离京城很近 而且比较穷 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 并且形成了固定的产业 也算是当地啊 那个时候创收的一种方式吧 混混都混不下去 人失败到这个程度上 必然是豁出去了 经过短期的激烈的思想斗争 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 然而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 奋勇前进的时候 才惊奇的发现 原来想要当一名太监 也是很难的 这个一直以来啊 在人们的心目当中 去做太监 那是迫于无奈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是现在 我得严肃地告诉您 这种观点呀 是错误的 太监 在那个时候那是一份工作 而且是非常热门的工作 而想要成为一名太监 那也是很不容易的 事实上 太监这个职业 之所以出现 只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 这个皇宫里头 女人太多 由于女人太多 忙活不过来 为了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 宫里头不能够进男人 可问题是 宫里这么大 上千人吃喝拉撒 重活累活得有人干呀 这女的他也干不了啊 男的要是再不能进 那怎么办呢 最后也不是谁 想了这么一招数 让这不男不女的 这太监来干这些活 换句话说 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 唯一不同的是 他们的工作地点 是在皇宫里头 那既然是劳工 就有用工指标吧 毕竟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 老太监死了 新太监才能进呢 也就是说 每年录取太监的比例 那也不是很高的 可以说相当的低 有多低呢 我统计了一下 大概是10%到15%吧 而且哪年招还说不准 今年要是不缺人呢 他就不招 对于有志踏入这一热门行业 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来说 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 因为这就意味着 在100个符合条件的人当中 只有10到15个人 才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 事实上 自明在中期 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的人 去报名 但是呢 却没有办法进入宫中 只能是候选 在京城那等着 要知道 万一切了又当不成太监 那可就惨了 虽说太监很吃香 但归根结底 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 而不是太监本人 那么对于这一类人呢 人民群众那是相当的鄙视的 所以那些个没有能够成功入选的 太监候选人 既不能入宫 也不能回家 只能够在京城里混 后来呢 混的人越来越多 严重影响京城社会治安的稳定 为此 明朝政府还曾经颁布过法令 未经允许 不得擅自阉割 我呀 一直相信 事事皆有可能 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 除了能够找到工作 混口饭吃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权力 公正的讲啊 明代应该算是一个公正的朝代 任何一个平凡的人 哪怕是八辈子贫农 全家只穷得上了一条裤子 只要能出个读书的 他就能够参加科举考试 能够当官 能够进入朝廷 甚至呢 最终可以掌控无数人的命运 那唯一的问题就在于 这条路虽然公正 但是却不平坦 太齐驱了 因为平凡的人是很多的 而且大家呢 都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啊 都想参加考试金榜提名 那么考中进士之后呢 你走着上去 也是不行的 一般都得踩着上去 妹妹说了 踩什么呀 就是踩着这些 被你淘汰掉的人 不 既然说到这儿了 提到了这个科举了 那咱们就多说两句 这个明朝的进士啊 是三年考一次 每次录取的名额 平均有一百多人 也就是说 平均每年能够进入朝廷 看见皇帝大人尊荣的 那可能呢 也就有三四十人 而决定所有人命运的 就是那张白纸 和几道考试的题目 同一张纸 同一道题目 同一个地方 不同的人 不同的脑袋 不同的手 在那答题 能不能出人头地 那就只靠你自己 靠你呢 非凡的智力 领悟力 以及你呢 必定能够超越常人 必定与众不同的信念 所以啊 我一直认为 在当时 这个科举制度啊 还是一种比较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 它杜绝了自东汉以来 腐败不堪的门阀制度 最大的保证了人才的选拔 虽然它并不完美嘛 但是在当时却是无可取代的 当然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还没有结束 因为当你考上了进士 脱离了科举体系 你就会发现 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体系 那就是文官体系 在那个体系当中 你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员 还要熬资历 赶工作 还要跟人家斗志斗勇 经过几十年的魔力之后 你才能够成为精英中的精英 并具备足够的智商和经验 领导这个伟大的国度 继续前进 这就是前面咱们讲过的 于谦 李贤 徐杰 张居正 申实行等人的成功之道 也可以说是毕竟之道吧 虽然他们都具有优异的天赋 坚韧的性格 坎坷的经历 但是要想名流千古 前面咱们说的这套过程 都是无法逃避的代价 在那条通往最高宝座的道路上 只有最优秀最聪明最有天分的人才能够到达终点 但是呢 很多人都知道 有些不那么聪明 不那么优秀 不那么有天赋的人 他也能走到终点呀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通往终点的方向 还有一条捷径 那么这条捷径是什么呢 就是太监之路 这回咱们又说回来了 说这个太监的事 太监呢 他不需要保读师书 不需要层层培训 不需要处理政务 也不需要苦苦的挣扎 他们能够跨过所有文官体系的痛苦经历 直接获取成功 他们获取成功的方法呢 只要是讨好一个人就可以了 讨好谁呀 皇帝呀 进了宫 不就是伺候皇帝进了吗 皇帝就是他们的老板呀 就是他们的CEO啊 就是一言九鼎 总而言之吧 是说了就算的人物 而太监呢 就在皇帝的身边 所以只要哄好了皇帝 太监就能够得到权力 以及他想得到的一切 这就是有名一代 无数的人志愿成为太监的全部最真实的原因 但是现在摆在无业游民魏忠贤面前的 不仅仅是个录取名额比例 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难点 那就是阉割问题 魏忠贤当政以后啊 对自己以前的历史是万般遮掩 特别是他怎么当上太监 怎么进的宫这一段 是绝口不提 搞得是云里雾里 让人琢磨不透 但是这种行为 就好比骂自己的儿子是王八蛋一样 最终只能十字取其辱 他当年的死党 后来的死敌刘若渝太监 告诉我们说 魏公公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发家历史 那是有原因的 主要是因为 他违背了太监成长的正常程序 那么魏忠贤到底违背了什么样的正常程序呢 咱们下回接着讲